呃 大家好 呃 看看我下来这个学员 这个学员所在哪 来的有一个月了吧 对 一个月多了 呃 一个多月了 完成时候 这个学员应该是我发展的对象 就是 应该将来 呃 如果没完事 应该他就留在工房了 因为什么呢 这孩子又不耐索 呃 还稳定 务性还好 所以说 这个机会把他留去 呃 完成时候 发展发展嘛 反正 这孩子 他喜欢这个 所以说 就是近期 一个月 前面有一个视频 拍了一堆烂丁八糟 就没上上达了 对吧 这一顿呢 要自己做个小条呢 看到 这个 应该 也就是访命室的那种东西吧 要做俩 我刚说 胡锡学的 这叫访教棍 好家伙 这这 那房子太多了 搞的搞的 他也是房子 所以说 这个东西 也就那么意思 还做这个这玩 这玩意儿 来我工房里 是不像 我说你呀 要是小马虎干好了 我说你把他 拿手工做出来 这孩子 他说句话 真是够尬 你说那么小 那么个小房块 你能把他做这么严实了 你看你一下都没在平 所有的线都在 手工啊 一个眼都没有 拿拿拿拿拿去打打 所以说 应该这孩子 也应该行 行 你自己说说 反正 嗯 自己做活的经过呀 说什么的 反正以后他的视频后 工具的视频是最多的 他跟着我天天 过去他呢 现在不忙 大伙乐意来呢 反正现在学员不多 挣得学 这第一个第二个来说 以后他就跟着脚皮圆了 做好事 嗯 行 您说说 大家好 这个我做完那个 门雁尾的那个小河之后 就是开始做这个小条案 嗯 对 做这个小条案 大约花了有五六天的时间吧 一个月 到那个时候 差不多刚好一个月 好了 我就计划都在我的这个 时间范围内 做完了这个小条案之后 我就开始做这个四面瓶 对 这小玩儿 天 试一下 能把这个结构做出来之后 我才开始试着做这个小柜子 对 对对对 这种小柜我老小子应该 他这个 自己现弄 哪个人手费劲 就是偷货买的也大 嗯 多大多笨 但是活做的还就算行 活应该还就算行 我赞常的是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说起说 我估计这个 这是绝对硬的那木槽 就从那破坏里的那种夹的 你瞅瞅这东西 多硬了 你听听 好 假的可了 这小条蛋应该 你看做的应该也行 这小棍开个门来看看 也 头一开始都不敢做 也没敢夹草剔啊 也没夹鸭条 嗯 后续这应该就行了 慢慢的 这 这都都行了 肯定肯定没问题 你要打算干 你说哪个活 不是人干出来的 我也是拿这个手工工具 他也是拿这个手工工具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 他比我们这辈子 他 他零啊 你说 在我这个 尤其我 斗大字 也不愿意狂 说句实话 就才杠个业势 就打 那年开始玩客户 我才愿意识这 原先上学 从来没记有个 所以说你跟他们这年轻人 会玩电脑啊 什么人家脑子好得没法比 但是要是论经验呢 嗯 应该来说论做活 他们还真不是个儿 我不是说大话 现在呢 我自己坐在边了 看看他们 叫他们做也就得了 反正 这孩子 我挺赞上他 说这些话 我很少说 在视频上说 把谁留下 真的 他应该就是 以后就是空气的棒手 反正 好好干吧 你说是吧 对 哈哈哈哈 那说几句话说吧 嗯 我也是来这里 非常 感谢这个 师傅啊 洪奇哥 还有袁哥他们帮助我 做这些东西 也给我做了很多这些 讲了很多方法 经常指点我怎么做 而且我也是希望 长时间跟着师傅 一直学下去 跟着师傅 学一些 做这些东西的一些方法技巧 嗯 应该也没问题 放心吧 都是应该的 又没有别人 不怎么回锁 但是讲了还得练回的锁 原来说你还得脚别的学圆了 你得告诉你 能做呀 对不对 反正 因为你想的这样的 就得必须 我没别的意思 也得给工方做点贡献 是不是这么聊 你反正应该问题不大 都是这样 都是人 所以说这孩子应该 还有空气 现在就俩人了 这样俩人 应该在我手里 就应该没问题了 半半的就没问题了 行 现在看下回吧 下回有的是 借个汉子盘 是不是人家躲去了 好 就这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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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